我们现在进入119页的时间单位的换算 在时间单位的换算这一边呢 你自己本身要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有那个世纪年代年月还有迁徙年 然后我的迁徙年一迁徙年有一千年 一个世纪有一百年 一个年代有十年 所以迁徙年去世纪的时候成省 世纪去年代的时候成省 年代去年的时候成省 一年有十二个月 那我回去的时候除 OK 它下来的时候成 它上去的时候除 一星期有七天 一天有24小时 一小时有60分钟 一分钟有60秒 所以成七成24成60成六十 我回去的时候就除60 除60除24除七 月跟星期不能够直接的 因为我们一个月 它是四个星期又多几天这样 然后我们平年有365天 二月有28天 六年四年一次有366天 然后它是 六年的二月有29天 然后我们的月份有分大小的 一月大 然后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大 九月小 神月大 十一月小 十二月大 我们的八月三十一日是国庆日 OK 然后那一天是大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孩子 记这个比较容易记 或者是你用那个 拳头那边啊 凸上来的一月大 二月小那种 你的学校老师应该会教你们的 然后我们的年呢 一年有52个星期 OK 所以我们的普克牌 Pakao OK 普克牌那边有52张卡 代表的就是一年有52个星期 然后 在这一边 其实52乘以7应该是364 他差了一天这样 OK 然后我们的24小时 计时法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天的开始是 00000时 OK 也是前一天的2400时 然后 他在这一边 AM的 我就直接照写而已 3AM是0300时 9点15AM是0915时 然后 他来到12M的时候 就 中午12点 是1200时 然后 到1PM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12 所以 12小时计时法的时候 我们这边要加12 12PM呢 1PM呢 它会变成1300时 3PM就1500时 加12 9点15PM的话呢 就21 15时 然后 半夜12点是2400时 也是第二天的00000时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 不过重点 我们要懂的是 这一个 它的单位的换算 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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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00 乘10 乘1000 乘7 乘24 你这些你要懂 你再来做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容易 然后 4分之3小时 然后 有多少个分钟 所以我们心里想 1小时 60分钟吗 我们1小时 然后 它的 那一个换来分钟的话呢 它是乘60 所以我的 这个呢 会是等于 4分之3 乘以60 分钟 然后 我这一边 我可以越减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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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54 20 所以 3乘以15 45分钟 然后 8分之5天 然后我们知道 天据小时的时候 它就乘以24 所以 它8分之5 再乘以24的时候 我们这一边 188 38 24 所以 它就会变成 35 15 所以 它答案会变成 15 小时 然后 再来 下一题 这一边 1又 5分之6 年 等于22 个月 然后 在这一边呢 它把它变成 这样的方法 我不喜欢 我喜欢的是 它会变成 一年 再加6分之5年 一年 它有12个月 然后 再加5分之6 乘以12 然后 在这一边 这个月 它就2 然后 所以 它就会变成 12个月 再加10个月 所以 它就会变成了 22个月 这样 年代去年 我们知道 年代去年的话 它是乘时 年代 去年的时候 它是乘时 一个年代 等于10年 所以 它这一边 直接乘时 所以 这个是 4 5 乘 10年 然后我们可以月 减155 25 10 然后428 所以它参8年 然后你看 5分之1 两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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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从头到尾 我都是用 乘跟除的 做法 然后把 2u2分之1 各世纪 换成年代 还有换成年 然后我们要知道呢 它的世纪 这一边 我们要知道 就是世纪年代 年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 所以我的 世纪去年代 是乘时 所以 世纪去年代的时候 它要乘时 所以我2u2分之1 乘时的时候呢 我在这一边 我可以把它换成两个世纪 再加半个世纪 所以两个世纪呢 是那个20个年代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 我抄去别人 做会比较好 可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对啊 这个我还是不要这样 ok好 我把这一题 我抄过来 我去别人做 在这一边呢 我的 2u2分之1个世纪 2u2分之1个世纪 ok 然后我们 在这一边 它的单位换算 应该是这一个 部分的 ok 这一次是这样的 好 好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测一个这样的东西 好 所以我的测一个 四季去年代 年代去年 然后年回去 这样 所以2u2分之1个世纪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它会是 等于 那一个 2个世纪 嗯 这字太丑了 我直接用来打 所以 2u2分之1 2u2分之1个世纪 ok 然后 等于 等于 2 可 世纪 然后 再加 什么 2分之1 可 世纪 这样 ok 好 在这一边我 的 懂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现在要换成年代 世纪去年代的时候是乘10 所以这个是2乘10 年 再加2分之1 再乘10 年 所以我的这一个是5年 所以 它这一边呢 它就会变成20加5 等于 25 25 25 分年代 它是年代 ok 各 年代 所以 各 年代 好 然后 现在呢 我们再来要做的是 年 ok 他现在要把它换成是年 ok 世纪 年 ok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A了 世纪去年的时候它是乘100 ok 我们知道世纪去年的时候我们乘的是10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乘100的话呢 呃 我直接看这一边呢 我这个 这个是世纪去年 它是要乘100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 那就是这样 1的部分 所以它就等于2乘100年 再加2分之1乘100年 然后我的2分之1乘100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50年 所以它会变成200加50年 所以它的答案呢 会是等于250年 OK 当然它还有另一个方法 另一个方法 我们要从A那边 继续下来吧 它这一个 会是等于 那一个25个年代 然后它就会等于25乘10年咯 然后才就变成250年了 这样 好 这一个就是属于那一个 呃 什么 单位的换算 然后接着下面这一边 它让我们填一填 十分之七小时 我们 心里知道 1小时60分钟 乘60 所以我们在这边 月减 六七四十二 所以它是42分钟 然后四天 四又三分之二 天 所以在这一边 四又三分之二天的时候呢 我就心里想 然后它的这一个 呃 等于 四天 再加三分之二 天 然后它这边是 4乘以1天24小时 再加三分之一 乘以24小时 所以我这一边 4乘以24 然后它会是96天 96小时 再加这一边 这个月减 1333824 286 16 所以我们这一边 就有96加16 然后它会变成112 所以它是112小时 OK 所以112小时 5又六分之一年 它会变成5年 再加六分之一年 一年有12个月 所以是5乘以12万 加六分之一乘以12万 所以我在这一边 让月就二 5乘以12 它就会变成60加2个月 所以它是62个月 62万 然后接着这一个 四季变成年 我们要知道四季去年的时候呢 它是乘100 OK 然后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6个四季 加四分之一个 四季 然后 它就会变成6乘100年 再加四分之一乘以100年 所以我这一边可以月144 然后42825 4配25嘛 所以它会变成600加25年 所以它的答案是625年 所以这一个是625年 然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小时去分钟 我们知道1小时60分钟 所以它就0.3乘以60 然后368 然后0.25天 所以它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0.25 一天有24小时 OK 所以我就有0.25乘以24 所以0.25乘以24 所以它拿到的是6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我要把它变得容易的话呢 我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知道0.25呢 其实是四分之一 所以它是四分之一 所以我这边月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6小时 0.5年 然后它就会变成0.5乘以12个月 然后它变成6个月 0.5 0.4个年代 所以它就变成0.4乘10年 然后它变成4年 然后1.7个世纪等于多少个年代 1个世纪 1个世纪有10个年代 我们要知道这一边的关系 1个世纪有10个年代 所以它乘10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它就会是等于1.7乘10个年代 所以乘10的时候它变成17个年代 8.02个世纪 1个世纪100年 所以它在这一边乘100 所以这个乘100的话 1.2 所以它变成802年 好 然后 在线转换器来进行转换 OK 然后 就可以完成 那个单位的换算了 OK 时间在线转换器 好 在这边它说我们能够用在线转换器来进行换算 然后 我们在这一边呢 你去你的那一个 呃 电脑的browser那一边呢 你就是去search 你要search 那个东西 century to decade 然后就是 那个千十年 to 那个 年代 所以我在这边 等于10个年代 我可以把这个改成是年的话 它就变成170年 OK 所以这个是 你上网可以找到的一种 那个 那个 呃 转换器 蛮方便的 好 来 我们这一边呢 它要我们转换这一些题目 OK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 我要转换 呃 所以 在这一边它2.5小时 等于多少分钟 所以我们的第一题 这一边 1小时等于多少分钟 我们心理想 1小时60分钟 OK 所以我的2.9小时 会是等于 那一个 2.9乘于60 分钟 所以我的2.9乘于60 你自己去算了 我用计算机来算了 所以它这个是174 所以它是174 所以它是174 这一边 这一个是174 好 这一个是174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 这一个 它在这一边 它 02.9乘于60 1小时60分钟 对 OK 好 来 然后接着 第二题 这一边 它这个0.125 一天24小时 所以0.125乘于24小时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就有0.125乘于24 所以它答案是3小时 OK 所以它答案是3小时 可是这一题呢 其实它有比较容易的方法 如果你有背 所以8分之1是0.125 OK 然后过后呢 这边 3824 所以它答案就会变成了3天 所以这一个 剩下它这个就会变成3小时 所以它答案就是3小时 然后接着我的1.25年呢 OK 1.25年呢 它其实可以让它变成了加0.25年 所以它是1年再加4分之1年 然后1年有12个月 然后4分之1再乘以12 我这边可以 也减133 432 然后我们这一边就会变成12加3 所以它是15 15个月 所以它这一边它就15个月 15个月 0.8世纪等于多少个年代 因为我们知道世纪变成年代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乘以10个年代 所以它乘以10的时候呢 它这边向前移 所以它就8个年代 这样移一个位 OK 好 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这一个 呃 什么 转换 的题目 就 讲完了 嗯 这一边 时间单位换算表 然后它让我们准备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的卡片 然后红色卡片制作一套时间卡单位卡 黄色卡片制作分数卡 写出分母为2450的分数 然后蓝色卡片制作小数卡 然后将第三项所写的分数化为百分数 再化为小数 这会要这样麻烦呢 我们直接化成小数就可以了啦 二分之一零点五 四分之一零点五 五分之一零点二 然后十分之一零点一啊 这样 然后它要我们制作时间单位换算表 进行换算 把答案写在青色卡片上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这个 十分之一小时等于六分钟 然后等于0.1小时 然后五分之一小时等于十二分钟 然后0.2小时 然后四分之一小时 15分钟 0.25 然后二分之一小时 是30分钟 也等于0.5小时 这一些 然后你再把这一些放上去 然后跟着这样来换算 呃 换算 这一个是一个游戏啊 它有好多种那种组合 OK 然后 嗯 接着 我们再来看 小时一分钟的加法和减法 然后 小技羽毛球 团体赛 各赛项所用的时间 单打 48 第一双打 这样 然后这样 这样 OK 然后第二单打和第三单打 共用了多少钱 时间 多少小时 第二单打 跟第三单打 所以就直接加上来 1五分之一加 加一六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的分母变一样 OK 所以它的这一个一五分之一加一六十分之一的时候 它的这个分母是5 然后这个分母是10 然后我就乘2 乘2 它就变成一又十分之二加一又十分之一 所以二又十分之三小时 所以它的这个答案呢 就是二又十分之三小时 然后接着第二题 第一单打与第三单打所用的时间相差了多少 然后第一单打 第一单打和第三单打 这个比较多 我们知道差别的时候是大减小 所以我用一又十分之一小时减48分钟 所以它是一又十分之一小时减48分钟 然后一又十分之一小时是一小时加十分之一小时 一小时60分钟 十分之一小时就十分之一乘以六十 六分钟 所以它是六十六分钟 所以六十六减48 然后它是18分钟 所以这个的答案呢 会是等于18分钟 OK好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18分钟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这一题 然后它要我们计算两组双打所用的时间的差 差就是点哦 所以双打时间的差的话呢 1.3小时跟1.5小时 就1.5-1.3而已啦 所以它就会变成1.5-1.3 所以它是0.2小时 所以答案呢 会是等于0.2小时 这样 0.2小时 OK 这一边 0.2小时 然后接着呢 第一个和第二个赛项共用了多少分钟 然后第一个赛项是这个 第二个赛项是这个 它要用多少分钟的时候它就加起来 所以它48分钟加1.3小时 1.3小时 1.3小时呢 我自己本身会这样做 就是说1.3小时 它就会是等于1小时加0.3小时 然后1小时它是60分钟 再加0.3 再加这个0.3乘60分钟 所以它是60加18分钟 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78分钟 然后它其实是用1.3乘60的 嗯 其实有比较快 OK 78 所以48加78 8加86 然后 126 126分钟 然后 它 它以小时和分钟为单位 计算这场比赛所用的时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要整场比赛的时间的时候 就这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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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加这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把它全部变成小时吧 OK 我把它全部变成小时 这个48分钟 它会是等于48分60 小时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6 6.8.48 OK 6.8.48 然后10 所以48分60 48分60 我越减的话呢 它就变成 这个0.8 所以它是0.8小时 所以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这个6 6 6 16 6 8 48 所以十分之8小时 虽然讲我可以把它变成 那个 什么 5分之4啊 但是我现在要换成小数点 这样就很简单了嘛 所以1有5分之2 然后这个是1.2小时 5分之2 0.5分之10.2 然后1.1小时 10分之10.1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0.8小时 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呢 是0.8 1.3 1.2 1.5 1.1 然后全部加起来 这个5 3 2 10 10 然后在这一边5 3 2 10 8加19 然后123是5 5.9小时 所以它的答案是5.9小时 总共的那个时间是5.9小时 然后 嗯 在这一边 这个是5.9小时 所以5.9小时的话呢 它要换成分钟的话 我们就直接5.9乘60了 我的5.9乘60 所以它就会变成354 所以它答案是354分钟 OK OK 这个是354分钟 这个是它赛事 总共用的时间 好 来 在这一边我们要计算以下课题 呃 首先它在这一边 4分之3小时加2又2分之1小时 等于多少小时 呃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单位换成 一样 它分母变成一样 所以是4分之3加2又4分之2 然后小时 所以它会变成2又4分之5小时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它减掉分母 再加1 所以它会变成3又4分之1小时 所以它答案是3又4分之1小时 好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然后 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 要换成多少分钟 然后我们1小时就60分钟 所以0.4乘60分钟 加33分钟 所以它6424 所以它是24分钟加33分钟 然后4加37 57分钟 所以它这一边是0.4乘60 然后它就会是24 24再加33 然后它会变成57 所以它答案是5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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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这一边呢 它就有 它就有 80分钟 0.8小时 等于多少分钟 所以它单位是要分钟 所以它就会变成80分钟 减0.8乘60分钟 1小时60分钟 所以它会变成80分钟 减68 48 48分钟 所以它会变成32分钟 所以我们在这边 0.8乘60 所以它是48分钟 然后我们再用80来减掉它 它就会变成32分钟 所以它答案是32分钟 OK 好 然后最后这一边的第四题和第五题 好 第四题这一边呢 它是这样 嗯 二十四分之三小时 点掉这一个等于多少小时多少分钟 嗯 这一题呢 它有很多种做法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会心里想 我干脆把它变成 2小时再加四分之三小时 再减58分钟 然后它是这个答案是要小时分钟 这样哦 所以我的这一个两小时呢 它就会是二乘 一小时六十分钟 二乘六十 然后我的两小时 其实我比较快啊 我要用比较快的方法 所以我的两小时呢 它是那一个 一小时再加一小时 再加四分之三 乘以六十分钟 然后再减掉五十八分钟 所以它这一边是一小时 再加六十分钟 然后这一边 这一个 我这一边是十五 然后它这一边是四十五 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两小时分成两个一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变成一小时 一个是六十分钟 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四十五分钟 减五十八分钟不够 然后我就把我其中一小时变成分钟 六十减五十八二 然后它就变成四十七 所以它是一小时四十七分钟 所以它的答案呢 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是一小时四十七分钟 所以它这一个等于一小时四十七分钟 呃 这一边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小学也不能够用计算机 能够用计算机也不能够用 IPP Calculator OK 所以我刚刚放在这个是哪个简单答案的 所以我的1.9加0.5 它就变成2.4小时 然后2.4小时的话呢 它是2加0.4小时 所以它这一边是2小时加0.4乘以60分钟 OK 60分钟 所以它就会变成2小时加6024分钟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呢 就会变成了2小时 等于2小时 然后024分钟 24 所以我的1.9小时加0.5小时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2小时24分 对 好 就是这样 OK 我们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 那个 什么 小时一分钟的加法和减法 就 讲解完了 因为 谢谢大家